我因为拍戏手机没信号 两天没上网 网恋对象急了 给我发了九九家的信息 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还是想跟我分手啊 为什么能处理我 我正想解释 忽然发现顶流开了直播间 找网友哭诉 他到底怎么能让男朋友别分手 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 是不是他怕我长得不够漂亮 顶流还展示了我跟他的聊天记录 当晚顶流有男朋友的热搜 炸了 在山里待了两天 终于在一个小山坡上收到了一点点信号 看着手机上出现的信号格 我差点喜极而起 信号接通的瞬间 手机差点把我的手震抹了 微信上九九家的红点刺得我心慌 这次临时进了山里取景 来不及和网恋对象说一声 失联两天 他急了 信息翻不到头 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还是想跟我分手 为什么能处理我 一连串的追问看得我头皮发麻 不想落得一个渣男的名声 我在山坡上寻找了一个信号最好的位置 顾不得漫天飞舞的蚊子 刚想解释 突然页面上弹出一条推送 您的特别关注沈幼楚正在直播 顾不得看直播 我还是决定先跟女友解释一下 手机卡顿一秒 我正好点进了直播间 好看的惊威天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我有片刻黄身 不过须余 一向以清冷女神著称的沈幼楚 突然开始哭诉 到底怎么能让男朋友别分手 不顾炸开的弹幕 沈幼楚抽了一张只擦了擦眼泪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是不是他怕我长得不够漂亮 我嘴角抽了抽 这个颠婆是谁 弹幕飞速滚动着 是谁让姐姐这么难过 渣男 我蹲在山坡上挠着腿上的蚊子包点了点头 沈幼楚这么好看 男朋友都要甩 真的是渣男 已经将网恋女友抛出脑后的 我也发了一条弹幕 姐姐别哭 让我们看看她说了什么 再帮你分析 自己的爱动 自己宠 都是一个圈子的 悄悄谈的恋爱怎么了 我感觉自己走大运了 小号的留言第一次被正主沈幼楚看见了 沈幼楚抽掖了一声 将手机推到镜头前 她已经两天没有理我了 呜呜 镜头对焦 聊天记录的界面变清晰 我眼前一黑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个不就是我的网恋女友和我的聊天记录吗 我手机被盗了 顶流沈幼楚是我的网恋女友 我是屎乱中气的渣男 大脑从当机中恢复 我连忙退出直播界面 想和网恋女友解释清楚 信号突然断了 整个山头回响着我的哀嚎 经纪人寻着声找到我 车子已经在等了 你在这里鬼叫什么 拍完今天的戏份 山里的取景就结束了 我开洒 要是被经纪人知道 我网恋了 并且对象是顶流沈幼子 他可能会把我的皮疤了做成地毯彩 十个音唱全五个就不错了 被自己的经纪人鄙视一番后 我哭丧着脸下了山 刚出山区 信号逐渐恢复 热搜已经炸了 沈幼楚男友 沈幼楚 顶级恋爱脑 渣男 沈幼楚和我的聊天记录被截图 粉丝和吃瓜网友们恨不得拿显微镜看 这个头像有点眼熟 我也有同感 陈汉生家的狗是不是就长那样 保姆车在黑夜里行驶 经纪人和助理都睡着了 只有我坐立男安逼刷着评论 看到网友在拿沈幼楚男友的头像 和我微博时常发的小狗图片对 我更是吓出一身冷汗 连忙登上小号加入评论大军 破案了 沈幼楚男友是陈汉生粉丝 话题被我成功转移 评论终于没有再往我这里猜想 哥们你要笑死我 那还不如说沈幼楚男友是陈汉生 和沈幼楚的CP粉 我和沈幼楚合作过一部戏 虽然他不知道 但我其实是他的初代粉丝 跟偶像合作 我卯足了十万分的精神 我因为那部戏出圈 也和沈幼楚有了一种CP粉 所以现在网上骂沈幼楚男友的 多半是我们的CP粉 真无语啊 热搜爆了以后 沈幼楚就再没发过微信 我的解释也没有回应 亲爱的 我拍戏的地方没有网络 你生气了吗 给你比个心 信息石沉大海 补完了 卧槽 刚刚还在沉睡的经纪人陡然诈尸 沈幼楚恋爱了 汉胜你他防了 手一划 手机飞到了前排座椅底下 他谈恋爱 我怎么救他防了 我先一步破防 你不是沈幼楚死忠吗 当年他和男儿的一场吻戏 都让你伤心了半天 死去的记忆在攻击我 沈幼楚还是没有回应 我抓着手机 靠在车窗上独自伤感 经纪人见我一直消沉 直到我是接受不了 沈幼楚恋爱的消息 也没有打扰我 保姆车停在公寓门口 明天有一个晚会 你今天好好休息 别想太多 经纪人拍了拍 我的肩膀安慰我一番后 跟着车离开 保姆车驶离视线 我立刻提着行李 撒鸭子狂奔回房 一回家我就坐在WiFi旁边 给沈幼楚发信息 十几条微信下去 杳无音讯 我慌了 在沈幼楚眼里 我只是与他有过一次 合作的男演员 合作过后再也没有联系 这要是被他发现 我用小号和他恋爱 还玩消失 看了看他的粉丝量 一人骂我一句 就能让我名垂青史 做了一晚上 被沈幼楚和他的粉丝 追杀的噩梦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我浑身酸痛 好像被人毒打了一顿 经纪人拿着礼服 打开门进来 我游浑式的飘进卫生间 一会儿又飘到客厅 一杯美食一个三明治 被放在茶几上 那是我的早餐 感觉自己更虚弱了 穿上礼服 再去楼下的房车里 化个淡妆 今天晚会的地址在郊区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 车上 我还在不停地 给沈幼楚发信息 宝宝 我不是要分手啊 真的是山里没信号 还有别的是我要跟你解释 对话框依旧很平静 但我内心不平静 网上的热搜还是沸沸扬扬 沈幼楚那边再没回应过 我在沈幼天外 经纪人刷着消息突然对我说 今天晚会现场都炸了 好多沈幼楚的粉丝围在门口 保安都临时加了好几批 我腿一软差点滚在地上 场馆外 果然里里外外围了三层人群 我到门口时 沈幼楚正在层层保镖的保护下 往常管里走 原本美丽的脸庞 多了一丝苍白憔悴 周围响起一众粉丝心疼的叫喊 夹杂着对渣男的怒骂 出下的晚风算不得炎热 我的背后却冒出了一层饱汗 祸不担心 我整理着衣服 看到我的座位和沈幼楚紧挨着 沈幼楚面无表情地坐着 周围都是摄像机 我立刻调整了表情 走到自己的座位前 沈幼楚前辈 好久不见 沈幼楚淡淡点头 视线并没有在我身上停留 我松了一口气 坐在他身边 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今天我要作为颁奖嘉宾 给新人颁奖 经纪人在身后小声 提醒我该上台准备了 好 我连忙起身 过长的西服裤阻碍了我的动作 刚跨出一步就被绊住了 我失去平衡向前倒去 心提到了嗓子眼 这种情况下 走光比摔倒更难收场 一条纤细的手臂 从身后突然拉了我一把 小心 沈幼楚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立刻站稳身体 不好意思 沈幼楚前辈 沈幼楚收回手做好 神色淡然的点头 没事 和那个每天晚上 与我谈天说地的女朋友截然不同 以后我们再也没机会这么聊天了 我快速往台下走去 台上星光璀璨 台下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我的眼神本能地追随着 那个清冷的女人 握紧了手中的奖杯 我真想冲下台抱抱她 感觉她快碎了 沈幼楚先一步离开了场馆 我在后台几次寻找都没找到她 找沈幼楚啊 结束前就被她经纪人带走了 说是怕引起骚动 经纪人看着我怅然若失的样子 八卦一笑 不是 毕竟是前辈 我想打声招呼再走 无奈只能收回搜寻的视线 跟着经纪人往场馆外走 还是压制不住想打探沈幼楚现状的心 我贼兮兮的凑到经纪人身边 姐 沈幼楚的公司没有公关吗 经纪人了然一笑 姨父看穿了我的样子 怎么没有呢 昨天晚上公司就把她的手机收走了 我呆愣在原地 所以不回我信息不是为了报复我 是手机被收走了 经纪人还在分享自己刚吃到的瓜 以前怎么没发现沈幼楚这么卷 公司给她做公关让她发声明已经分手了 她就是不愿意 为此和他们老板吵了一架 哎 好好一个顶流居然是恋爱吗 经纪人还在叙道 沈幼楚的是在他们经纪人的圈里也闹得很大 你不会也给我整着死出吧 突然被Q到的我一惊 随机干笑几声 怎么会呢 你知道的呀 我从前就只喜欢沈幼楚前辈 是啊 我从前就喜欢他 顶流直播公开练情 还是哭诉被男友甩了 这个操作实在惊世害俗 所以热度迟迟降不下来 沈幼楚的公司最近焦头烂落 汗声 有件事情想征求你的意见 经纪人一早出现在我家 桌上是丰盛的中式早的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到 我警惕地看着他 违法乱记的事情不干哦 你想哪去了 昨天晚上慕天娱乐找我们开了个会 经纪人给我倒了一杯牛奶 慕天娱乐 沈幼楚的经纪公司 开开会 握着杯子的手一紧 难道他们发现了端倪 嗯 就你和沈幼楚不是有一个CP吗 现在他练情的事发酵得太厉害 所以慕天娱乐投资了一档综艺 想邀请你和沈幼楚一起拍 我看着经纪人欲言又止的表情 顿时明了 捆绑炒CP 经纪人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有点委屈你 但是慕天的副总可以给你更多资源 我去 经纪人话还没说完 我立刻神采奕奕地忘了他 一口干了杯中的牛奶 我乐颠颠地去收拾行李了 身后传来一阵戳气 我见鬼一般回头 我那在圈内钢铁般强大的经纪人 正从口袋里掏出小帕子擦眼泪 汉生你长大了 为了自己的前途 做白月光的替身都能忍 有没有一种可能 白月光就是我本人 我答应的爽快 慕天那边迅速准备好了一切 优越的曝光量 加上丰厚的通告费是他们的诚意 只是我接的有点心虚 很快到了综艺录制的那天 这是一个生活计时类综艺 一腾成和贺强 两人堪称乐坛最强搭档 最后一对就是我和沈幼楚 看着嘉宾阵容 暗自感叹幕天为了沈幼楚 可真舍的花钱 我们在机场集合 在换乘节目组准备的车去拍摄地 拍摄地选在环山暴水的村落 我和沈幼楚在刻意的安排下 乘坐同一辆车出发 沈幼楚比上次看到时更憔悴了 眼底的无清遮瑕都盖不住 他靠在窗边甲内 我心里盘算着如何打破沉默 瞥见他手腕上的胶底的两条链子 沈幼楚前辈 你的手链挺别致的 是手工作的吗 沈幼楚黏黏的睁开眼 抬手看着手腕 本来是一对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带了 说完 他苦笑一声 眼中似乎又凝聚了水光 完了 说错话了 接下来的一路 沈幼楚都没再说话 车里的气氛尴尬到了顶顶 去拍摄地的路很长 我很快在车里昏昏欲睡 道路突然出现一个颠簸 我被惊醒 身体重心不稳 但此刻他正衣衫不整地看着我 白皙的脸颊上两抹突兀的红韵 对不起对不起 我拿起手中的布料 掩耳盗铃般地拼在那块空缺的地方 奈何越着急越是弄不好 反而显得我好像一只手在沈幼楚胸口开油 可以了 我自己来 沈幼楚握住我的手 脸上的红韵更甚 触电般把自己的手从沈幼楚的手中抽出 头顶都在冒烟 完了 变成妄想他身子的梦男了 跑在车里没有摄像头 沈幼楚拢了外套下车 没人发现异常 录制的过程中经纪人和助理都不在 衣食住行全靠一人自己 主打一个真实 我此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和沈幼楚擦出爱的火花 之后坦白的时候 他也不至于太生气 但看着沈幼楚和我之间三米远的距离 我有些头疼 他真的很守女了 第一个环节是每组嘉宾选择一处小院 作为这些天的住宅 本着女士优先原则 我们让柳家两姐妹先选 那我们要西边的一套吧 伊藤成和贺强因为要写歌 就选了比较远的山间小屋 最后一套有着一处小院子的两层小木屋 就留给了我和沈幼楚 沈幼楚前辈 你住楼上吧 山里晚上小动物比较多 他看了看周围 更好 见他在崎岖的石子路上拖着行李箱有些吃力 我上前接过他手中的箱子继续往前走 小动物 不会是蛇吧 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的草丛 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 木屋打扫得很干净 里面的摄氏一应俱全 周围早就架好了摄像机 两位老师就按照平常相处的模式就行 机器后的摄像师调试着设备对我们说 沈幼楚没什么表情 我却开始响入非非 按照平常 我就让沈幼楚天天穿着睡衣 方便我随时开游 你怎么了 沈幼楚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拖回现实 我摸了摸嘴角 都快脸到耳朵了 嗨嗨 没什么 幼楚前辈你饿吗 匆忙转移话题 我打开了厨房的门 想看看有什么食材 一天都在赶路 就吃了一顿飞机餐 这会儿还真饿了 叫我沈幼楚就行 沈幼楚出现在我身后 拿了一瓶水 骨节分明的小手握着瓶子 拧开时稍稍用力的手背上微微凸起青筋 猴头不受控制的滚动一下 我看得呆了 又发呆 沈幼楚勾了勾唇 我立刻收敛了表情 好的沈老师 扑 算了 你怎么顺口怎么叫吧 猛的呛了一口水 沈幼楚出了厨房 顺口 那当然是老婆最顺口 压下心中的邪念 我打开了冰箱 好在食材丰富 养活我和沈幼楚不是问题 天色不早 煮面是最快的 我切了两个番茄 又打散了几个鸡蛋 准备做番茄鸡蛋面 熟练的煮面 炒菜 没一会儿香味就散发出去 把沈幼楚勾来了 沈老师你先去洗手 一会儿就好 我挑了两个好看的碗把面捞进去 趁热吃 一会儿面坨了不好吃 递给他一双筷子 我坐到他对面 你做番茄炒蛋放糖吗 夹起一筷子吃下 沈幼楚突然问道 我埋头干饭下意识就点头 对啊 放点白糖提鲜吗 我老家就是这么做的 沈幼楚恩了一声 继续慢条斯理的吃面 我手中的动作一顿 之前就番茄炒蛋放不放糖 这件事我和他有过两个月的争论 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坠坠不安的抬头 沈幼楚并没有一样 我才稍稍放心 毕竟这是个热门话题 过于常见了 吃完饭 沈幼楚主动去洗碗 我靠在沙发里 吃饱后困意就来了 以前和沈幼楚聊天 他总说我像头猪 每次饭点后 总要消失一会儿去睡觉 如果我们是正常的情侣关系 现在我一定是把他抱在怀里睡着的吧 早知道就不用小号和他网练了 真是自己挖的坑 跪着也要填上 沈幼楚出道的时候 我正处于高中最灰暗的时期 看着自己不上不下的成绩 只觉得未来迷茫 你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班主任找我谈话 我想了想 还真没有 我没有什么想追求的事 日子寡淡毫无波澜 进场打螺丝可能也不错 班主任被我气得急于吐息 从小到大 我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没有娱乐 没有社交 小时候 父母答应给我买新上市的赛车玩具 当时班里每个男孩都有一个 汉生 只要你期末考第一 爸妈就给你买 我迫切的想得到 所以努力的达成了要求 当我拿着全班第一的成绩和父母来到商场 他们嫌恶的拿起那个赛车 这么多东西 要这么贵 汉生乖 咱们不要了 电视却开着 平常我是不能看电视的 但就那一次 我的视线停留在电视里播出的新电视剧上 只一眼 我的视线再也没有挪开过 即使隔着屏幕 沈幼楚也好似一道光 突如其来的照进了我的世界 为了了解这个人 我开始学着和同学交流 我用省下的零花钱去买杂志 在沈幼楚来我这个城市宣传时 偷偷跑去看他 真人比电视上更好看了 我被人群挤到最外圈 跳起来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我迫切的想要靠近他 一术叫沈幼楚的光照进心里 陈锋多年的枷锁脱落 然后 我的志愿从本地一所大学 变成了远在也市的电影学院 也是沈幼楚的母校 最后得偿所愿踏进学校的瞬间 虽然沈幼楚已经毕业 但这里似乎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这是我靠近沈幼楚的第一步 第二天清晨 我被节目组叫醒 洗漱好穿着睡衣就下了楼 沈幼楚已经做好早餐放在餐桌上 简单的面包鸡蛋牛奶 早挖两位老师 导播热情的打招 递过来今天的任务卡 最近雨季 山里的军类很多 今天会有当地人 带着大家去山上挖军子 我看着今天的任务 这不就是带新度假来了吗 顺便还能谈个恋爱 有任务卡做掩护 我透过缝隙偷偷摸摸看沈幼楚 山上文字多 我给你贴两张趣纹贴吧 我从房间里拿出一包 随身携带的趣纹贴 还是我去山里拍戏时买的 沈幼楚看着我手中 变形金刚图案的贴纸 面色古怪 我只当她是侄女星作祟 不肯用卡通了 随即安慰道 没事 你贴在内衣里面就看不到了 沈幼楚点了点头 从我手里接过了贴纸 嘉宾在山脚下集合 几个当地人带着我们上山 只顾着防虫 忘了山上温度比山下低很多 阿P 扶着树干 打了第五个喷嚏 一件外套都头就盖在我身上 谢谢沈老师 阿P 沈幼楚从包里掏出保温杯递给我 淡淡的红枣香气 这里好多 快来 柳家两姐妹正是爱玩的年纪 难得有机会出来玩 一路兴奋的跑在最前面 那个有毒不能跑 他们身后总响起当地导游惊慌的呼喊 山间小路泥泥 一路上我都脚滑了好多次 哎呀 沈幼楚踩到一块长着苔藓的石头 脚下又是一滑 我上前一步扶住了沈幼楚下肢的身体 体温透过衣衫传达到皮肤 最先热起来的却是脸 摄像机疯狂捕捉着镜头 但我们不知道 从综艺录制开始 直播设备一直开着 弹幕已经炸了 啊 死去的CP复活了 姐姐你看看汉生吧 他超暖 我是全汉生高中同学 他高中时就喜欢沈幼楚 楼上展开说说 沈幼楚整理了一下衣服的 谢谢 脚没事吧 我醋没 看向生沈幼楚被树枝滑坡的小腿 经我提醒 他才发现到小腿上滑坡的一道口子 我让别人先走 扶着他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 又从包里掏出一瓶消毒水 有点疼 你忍一忍 见他面目猙獰 我收回倒消毒水的手 很痛吗 还行 踩了一天的骏子 还挖了不少野菜 天色渐完 我们陆陆续续下了山 雨季的山林 大雨说下就下起来 摄制组和其他嘉宾都下山了 我和沈幼楚被大雨困在山里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山洞躲雨 外面的雨大的惊心动魄 我立刻掏出手机打电话 不知道我们走到了哪个山洞 信号微弱的可怕 怎么和之前一样 信号说没就没 在山洞里到处走着 寻找可以接收信号的点 温度越来越低了 看我们没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了 我们还是先在山洞里等着吧 我拦住要往外走找信号的沈幼楚 从包里掏出火柴 又在山洞里找了一些干燥的枯叶和树枝 用石块拢在一起生火 他惊奇地蹲下 端向着我一直背在身上的包 你是来参加荒野求生的 有备无患 厉害厉害 火升起来后 身上的寒气散去一些 我和沈幼楚安静地等着救援 外面雨是渐小 我连忙走出山洞再次尝试打电话 好像可以了 我给他们发位置 这里是哪里 我把手机递给沈幼楚 让他搜寻我们的定位 你经纪人问我们附近有什么 沈幼楚低着头在地图上滑拉着 我忙着收拾地上的火苗 周围都是山林 要是火苗飘出去就糟了 我来的时候拍了附近的照片 在相册里 你发给他 我没有抬头 专心灭火 好像过了许久 我起身走向沈幼楚 没找到吗 沈幼楚拿着我的手机 登陆的正是我和他网恋的小号 昨天晚上我拿出来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 就忘了切回去 置顶的人正是他 真的是你 沈幼楚的声音带着颤抖 我人也跟着懂 你听我解释啊 我当时真没想过你能通过我的好友 毕竟我跟你拍了那么久的戏都没加上 话音未落 沈幼楚扑进我怀里 你不是真的要分手了 事态好像不应该这么发展了 沈幼楚没有意料中的生气 反而抱着我不撒手 和网上粘人的样子如出一辙 设置组带着人冲到山洞时 就看到我和沈幼楚紧紧相拥的画面 我们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 导播弱弱的说 我慌忙推开沈幼楚 那什么 刚是幼楚老是太冷了 我给他取暖 导播看着地上还在冒热气的柴堆 敷衍的呕了一声 好的 他不信 我也不太信 毕竟沈幼楚看着我的视线过于火热了 我们先下山吧 下去说 生怕他又和直播那天一样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我连忙让导播带路下山 制作组怕我们受到惊吓 特许今天撤走了我们木屋里的摄像头 我先上楼洗了个热水澡 下楼的时候 沈幼楚正在厨房熬红糖姜茶 先喝一点暖意闹 导演组给我们留的郡子火锅还没好 沈幼楚面色如常地给我装了一杯姜茶 我接过喝了一口 温暖香甜中带着一丝生酱的辣 一杯喝完 身上微微发了一层汗 正好火锅也煮好了 我和沈幼楚对坐在餐桌前 你听我解释啊 沈幼楚放下筷子指示着我 嗯 你解释吧 被噎了一下 我在脑子里组织措辞 你一开始就知道是我 沈幼楚给我加了一筷子军菇 我警惕地看着碗里的军菇 不知要不要吃 大家都吃过了 没毒 被戳破心思的我尴尬一笑 在你开直播前真不知道是你 随机匹配的 真的 我一手放在胸口 一手戳着天 发誓 沈幼楚委屈道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 真的要分手吗 我慌忙摇头 真想分手我就不来和你吵CP了 而且吧 颜色不自然 耳间放红 是我怕自己太入戏 毕竟当时的戏份有点 想到我们几场缠绵的戏 我也红了脸 昨天我就有感觉了 你很像他 沈幼楚喝了一口汤 缓缓开口 我满脸问号 番茄炒蛋是一个 还有你给我的贴纸 以前你给我看过 是你自己设计的图案 一时间不知道该夸他心思缜密 还是我破绽太多 总之 我的马甲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掉了 没有意料中的煽情场面 我们沉默地吃完了一顿饭 然后各自回房间睡觉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直到后半夜才睡着 制作组来叫醒我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竿了 录制的人群中 没有沈幼楚的影子 果然生气了 我心下怅然 今天节目组给我临时安排了一个搭档 是圈内的新人 心不在焉地结束了一天的录制 我躺在床上翻着聊天记录发呆 一条好友申请弹出 临时有活动 等我回来 名字是沈幼楚 快速通过了好友 我立刻发了信息过去 怎么拿到我这个账号的 沈幼楚 让我经纪人问你经纪人要的 那真是绕了好大一圈了 连我自己都没发现 刚才还沉闷的心情突然就愉悦了 翻了个身 趴在床上继续聊天 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 你要他就给啊 沈幼楚 我把聊天记录给他看了 他立刻就给了 我出电班从床上弹起来 你把什么给他看了 沈幼楚发来几张截图 是我和他热脸时的聊天记录 一口一个老婆 叫得欢 你果然还是生气的 果然如沈幼楚所言 他结束活动以后就赶了回来 一起来的还有我那皮笑肉不笑的经纪人 我默默往沈幼楚身边靠了靠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我凑近沈幼楚 压低声音说道 沈幼楚微微侧身 弯腰听我讲话 殊不知这个画面也被拍了下来 并且在直播 磕到了 磕到了 高举CP大旗 这几天姐姐的状态都好多了 这个姐夫我要了 弹幕滚得热闹非凡 我还浑然不知的贴着沈幼楚的耳朵说悄悄话 一会儿你掩护我 我感觉我经纪人有一种 要把我皮抽我筋的感觉 沈幼楚轻笑一声 捏了捏我的脸颊 偷偷网恋的胆子去哪了 现在知道怕了 综艺热度直线飙升 我和沈幼楚的CP一下子重蹈热搜第一 直到录制结束 我才知道我和沈幼楚互动的画面 无剪辑直出了 不是 都在山里 凭什么你们有信号 我坐在沙发上哀嚎 小号和鼎流网恋 陈汉胜你挺厉害啊 经纪人出现在我身后 带起一股良意 我也不知道那是沈幼楚啊 要是知道 话还没说完 又一道声音从另一边传来 知道的话怎么样 我忘了 我和沈幼楚住一屋 腹背受敌的感觉 算是给我整名单 我坐在沙发上 信心闭了嘴 节目结束录制 正准备和经纪人申请放几天假 我要和沈幼楚谈个恋爱 恐怕不行 经纪人有些为难 你变了 开始压榨我了 我哀怨的拿出手机 给沈幼楚发信息 经纪人翻了个白眼 和你演对手戏那个女儿 她房了 我从座椅里弹起来 什么 已经进去了 听说闹挺大 导演刚和我说那一段戏要重新拍 我回忆了一下 我和那个女儿的对手戏不多 只有在山里的那两天 噩梦开始的那两天 经纪人已经给我订好了机票 我们直接出发去机场 后机见戏 我连忙给沈幼楚发了微信 简单说了一下 那边信号很差 我可能联系不到你 沈幼楚回了一个OK的表情包 我也上了飞机 一路飞机转大巴 我又来到了那个 收不到信号的山区 换的演员是谁 再来到路上了 你先休息 导演再重新取景 我又蹲到了之前 能收到信号的山坡上 我在等拍对手戏的女演员到 拍完就能回去了 沈幼楚没有回复 你手机又被收了 沈幼楚还是没回复 我蹲在小土坡上 发了一天信息 都没有回应 此刻我也体会到 沈幼楚当时的慌乱 开始胡思乱想 身后什么时候站了人都不知道 这里真的没信号 突然想起的声音 吓了我一跳 起身太快导致眼前一黑 我撞进一个人的怀里 你怎么那么容易摔 真的要看好你了 熟悉的声音和气息 我欣喜地抬头 沈幼楚 你怎么来了 沈幼楚伸手还住我的腰 任我在他肩上蹭着 我和导演说 把这个角色接了 文言 我抱得更紧了 汗声 沈幼楚贴着我的耳朵 声音低沉 我转头 两人的唇贴在一起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接吻 之前拍的吻戏远比这个吻热脸 但我的心跳却跳得比当时还要快 当初是工作 现在是爱情 我任由沈幼楚加深了这个吻 搂着他的脖子 与他紧紧贴合在一起 直到喘不上气才分开 以后不可以瞒着我 知道吗 沈幼楚抵着我的额头 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 下山时 经纪人看到我们紧握的手 发出一阵怪叫 这是不装了 我大方拉起沈幼楚的手 喜欢了那么多年 装不下去了 身为顶流 沈幼楚临时接替一个戏份不多的女儿 都能引发一轮讨论的热潮 恋情公开的事 更是直接让服务器当机了 我在微博上放出一张 高中时追他活动时拍摄的照片 第二张是我与他拍戏时的合影 最后一张是我们在满天星辰下 互相依偎的剪影 这是第一次 我把对他的喜欢这么直白的显露出来 一步一步 我终于靠近了你 沈幼楚转发 往后山河辽阔 我与你同行 CP粉开心的像过年 我的CP终于A了 死生无憾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当时沈幼楚在直播间 为了别的男人哭得死去过来 你们这就忘了 陈汉生你怎么能当别人替神啊 不说我还忘了 我和沈幼楚那一段 有点荒唐的网恋 虽说发出这种质疑的人不多 但终归是个隐患 不能让沈幼楚背锅 于是我第一次回复了网友的评论 那个人也是我 一张心虚的表情包 服务器彻底瘫痪了 我和沈幼楚同时关掉微博 不再关注任何言论 坐在星空下 仰望漫天银河 不跟粉丝解释了 沈幼楚坐在我怀里 反正我自始至终喜欢的只有你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靠在他的肩头 远离城市喧嚣的空气 清新了不少 沈幼楚抬起我的下巴 温柔地印下一个吻 好巧 我也是 全文完